电子发票太麻烦 传统杂货店难应付 深周40%业者打算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Calvin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过后呢 我第一时间就是拿起电话打给我的阿姨 因为我阿姨跟我的遗障呢 是在沙巴开杂货店 就是这种传统的杂货店啊 他们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经营杂货店了 我是96年出生的 所以他们做这门生意呢 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问我阿姨的意见啊 看看他们遇到的这个挑战 是不是跟深周的这一些 从业者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我听完我阿姨讲的东西过后呢 是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观点 大家如果有追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啊 我对于这个e-invoice 我是很支持的 最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避免 有心的商家讨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数码化呢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大趋势来的 你想要拥抱更加进步的这一个社会 跟拥抱更进步的这一个发展呢 你一定要有这个数码化 OK这个是我自己本人的这个想法啦 我没有强求大家一定要认同 可是我打完这通电话过后啊 聊了蛮久了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我就发现了 我会有这个观点可能主要原因 第一我是技术背景的嘛 我读的是computer science 然后第二呢 我是住在这个大城市吉隆坡 所以呢 我觉得e-invoice就很普遍的东西嘛 再加上之前我去台湾 他们早就已经实行e-invoice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所以啊 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e-invoice的刻板印象的这个来源 可是当我聊完这一通电话过后呢 我发现在马来西亚 其实有很多面的 就是像我这种技术的这个人 就是学技术的 跟住在大城市的可能就只是其中一面而已 然而好像比如讲我的阿姨 他们是在这个沙巴的这个二线城市的 沙巴的三大根 虽然讲是第二大城市了 可是那边基本上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退休城啊 就是老人城 基本上没有什么年轻人在那边了 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e-invoice对于他们来讲呢 是更大的打击啦 首先我先讲第一层打击是什么 就是人口变得越来越少 在那边居住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呢 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竞争者 比如讲 现在有99 有这一个KK 之前呢 可能没有那么多 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红海的时候 此时此刻他们在听到 A政府要落实这个e-invoice呢 对他们来讲是 雪上加霜的事情啦 OK 除此之外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e-invoice啊 它的这个门槛啊 算是很低很低的 你只要公司的年营业额 一年啊 你的这个营业额有15万马币 到最后在第三阶段 也就是明年7月1号开始呢 你都是要实行这个e-invoice的 因此15万啊 对杂货店来讲啊 简直是 非常非常小的数字啦 他们可能分分钟 一两个月呢 就有这样子的营业额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就很麻烦 首先 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杂货店呢 他们是完全没有数码化的 像我阿姨的店还好一点 他们在GST的时代呢 就是有引进 就一小部分的数码化啦 至少有那个GST的软件 有电脑 那如果你对比起 更老的那一些杂货店呢 他可能分分钟 连电脑都是没有的 再加上现在 15万的这个营业额 有很多的小贩呢 都是会中招 都要给这个e-invoice OK 所以 这是第一点哦 商家需要额外的这个成本呢 去购买这一套设备 然后你购买了设备 回来过后啊 不只是买了就完事了 你还要会用哦 这一些可能比较年长的 这一个商家呢 他 不要讲电脑了 他可能分分钟 电话都不怎么会用啊 就只会 发这个whatsapp的信息 所以呢 你如果不会用 扎货店 琳琅满目 几万个货品在那边啊 那你是不是要请人来教你 你请人来指导 或者是请人来帮你 把那一些资料一个一个 全部给他打进电脑 这个也是要钱哦 然后这一个软件 每一年要付这一个年费 又是一笔钱 OK 付了钱 其实倒是小事了 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于商家来讲 都不是问题来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问题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 现在做这个传统炸火店呢 他们的这个生意啊 是有受到打击的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竞争 第二方面是这些二线城市呢 它的人口越来越少 所以呢 这一个生意呢 基本上来讲是每况愈下的 这一个情况 然后呢 他们就认为 呃 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呢 如果再来一个e-invoice 首先增加成本 然后呢 学习的这个门槛又在那边 然后又很麻烦 因此呢 有蛮多的商家呢 是真的考虑要提早退休的 ok 那 我阿姨会不会退休 我不知道啦 她没有跟我讲啦 ok 那 现在 这一个情况 呃 我们刚刚谈的是在二线城市嘛 你要知道 在马来西亚 很多二三线城市 甚至是四线城市的 对不对 那一些城市 它相对没有这么发达 人口没有这么多 然后呢 这一个生意的 这一个模式呢 也相对比较传统一点 那问题就是 政府想要推行这个数码化 它本质上是好事来的 可是 核心的这个关键就是 人民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所谓的准备好了没有 不只是在思想上 跟这个能力上 准备好了没有 最主要的是 整个商业环境 是否准备好了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 好像是 还没有准备好了 大城市 一线城市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毕竟人口摆在那边 商家还是有利可图 但是那些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那如果 人口没有红利 然后呢 这个赚的钱呢 每一年都在减少 那很多商家真的是有可能会 让这个 e-invoice成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选择提早退休 那政府在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是需要 去研究一下啦 到底 这个门槛 能不能够提高一点 你要知道 我想当年这个GST啊 它是50万的这个营业额才需要开始有这个GST的系统嘛 那现在呢 是只有15万 15万 如果你换算成每一天的营业额 每一天你只要做超过410块钱的这个生意啊 你就是会需要有这个e-invoice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槛有点太低啊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啊 90%多的这一个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 当中啊 在90%几里面 80%是微型企业 什么是微型企业呢 就是公司的营业额少于30万马币 都叫微型企业 所以绝大多数的公司 在马来西亚都是这一种营业额少于30万马币的 那现在e-invoice的门槛是 你超过15万 你就要去跑这个e-invoice嘛 那可以讲 在微型企业 每一年赚30万以下的微型企业里面 至少是不是有一半都是需要缴这个e-invoice的 那所以呢 它可能是一个负担啊 那我不是讲完全反对这个e-invoice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数码化是很重要的 可是数码化是需要有条件的 而这一个条件呢 是政府需要去判断到底是否成熟 如果不够成熟的话 政府就有义务要去创造 那一个成熟的条件给商家 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是 政府很想要推动数码化的转型 然后呢 拉着所有商家 我不管你是一线 二线 三线 还是四线 城市 全部要配合这一个政策 那到最后 我担心的事情就是 事与愿违啦 就是政府的这一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 实际落地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这一个反效果 所以呢 我的呼吁就是要嘛 政府把这一个门槛 调高 就是从15万变成50万 OK 如果你是15万变成50万呢 其实大多数的商家都是不受影响的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嘛 80%的这一个公司呢 它的每一年的这个营业额低于30万 所以换言之会受影响的就只有20多个百分比的这一个企业 那除了调高门槛之外呢 我觉得可能啊 政府是有需要要考虑要不要展延第三阶段的这一个实行 因为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所有的公司只要你是符合那一个门槛的你都需要跑这个e-invoice 这个是我的两大呼吁啦 第一就是提高那一个营业额的那个门槛从15万变成50万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第三阶段7月1号2025年应该是要展演啊 这个是我给的一个小小建议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这一个建议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下期见拜拜